不行了 今天车里边又回到了29度 我们要洗个澡 早上起来早朝不洗脸了 真是的 洗个澡顺便把脏衣服洗了 太阳能充电足够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洗衣服了 可以 这两个家伙又刺毛了 我们刚才叫了滴滴 就在我们不远的地方 然后我和半仙去 半仙准备咱们去 我叫了车了 叫了车了去洗狗 好 准备走了 我们现在叫了这个滴滴 然后带他俩去洗澡 你看这个家伙这个脸上 这个红色的毛啊 好像又出来了 就每次下雨的时候 它搞湿了擦不干 就变成这样子 米罗很乖的在地上蹲着 米罗一般上车 你只要让它蹲在一个地方上 它就不动了 从开头到结尾 就保持这个姿势 刚说完打点了 对 还喜欢握着 但这个家伙现在还没训练好 只能我给他抱着抓住 你到达宠物店 还是可以 你叫不出来 哎呀 你的声音好吓人 对对对 洗澡可以吗 洗澡今天约不了了 就要明天了 啊 可以约吗 啊那怎么办 快点再找一个了 好吧 到达宠物医院 到达宠物医院 这家宠物店可以 米罗刚才撑了一下是7.4公斤 奥斯卡是3公斤 小仙是1点几公斤啊 1.6 1.6公斤 呵呵呵 天没有重量嘛明显就是 肚子还是饱的呢 吃饱的呢 呵呵呵 顺便等狗洗澡顺便踩个耳朵 半仙玩这个东西玩的挺好 还是挺舒服的哈 看半仙 巨大了 哦是吗 哎呀 如果说 等小区会尝 呵呵呵 在成都不会和踩耳 跑四川 跑仙来踩耳来 看我们刚才是哪种来着 我看这边有没有 哦有会员价 会员价要便宜一点是吧 踩耳 超级舒服 我们在这个成都啊 踩的感觉像是被骗了一样 花了一百块钱 但是在这 感觉好像睡一觉 我们到时候要出去洗头 在那个地方 刚才我们去隔壁洗了个头 按了一下头 然后继续回来 挂沙 时间差不多 现在是五点零四 我们小狗应该是六点半就可以了 好 谢谢 你姐姐 烟灰您放在这 好的好的 我们今天在这 活动结束了 小狗马上就要去去了 老天这里马上能点外卖 我们给小狗剪毛的地方 离这边很近 一出门大概 就是 三十米左右吧 前方 这家超级舒服 我们在成都的时候啊 感觉好像是被骗了 好 我们今天的采尔活动结束 在这里边 消耗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的小狗也洗完了 上次在成都 我天那就是雷鼓站金山 这边是春江花月夜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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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